西海岸小贩中心联合会发起运动 为摊贩和商家提供训练 以帮助他们应对紧急事件 已经有40多名摊主率先完成了课程 并且在各自摊位配备防火器 记者徐永森报道 西海岸第726座小贩中心的摊主和居民 在紧急应变活动上学习 如何使用灭火器和各种急救技能 之前我们都不会用那些灭火器 那么我们上了这个课程 那么有火烦大家都会利用这个灭火器来灭火 25 26 27 28 29 30 小贩们在课堂上除了学习防火和防恐的技术 他们也会知道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术 他们也会学习如何采用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来进行急救 西海岸区基层组织顾问一华人 为完成课程的摊主颁发灭火器 主办方希望小贩中心的近200名摊主和商家 全部都能接受培训 我们要顾到我们的办法嘛 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说 每一坛都有一杯一支灭火器 你随时发生火转 你就即刻可以灭火流了 不不用早上都跑到老远去找这个灭火器 环境局表示 会继续同市政会和商联会合作 确保所有小贩中心符合防火标准 新传媒新闻记者徐永森报道